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得去年六月 我们在这个教室讲了一股无量寿静 今年同一个月份 也在这个地方 与大家共同来研究静宗另外一股霸经 也是静土宗最重要的一股经典 要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 也不能超出其上 这是应光法司 把这个注子赞叹到了顶点 甚至于就肯定了 这个注解就是阿弥陀佛自己的意思 那么我们知道 应光大师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师之菩萨在来的 这是我们现代人都知道 并光大师的身份 某一大师的身份 没有写露出来 当然 一定也是一个在来人 绝对不是凡夫在一生当中能够有这样的成就 那么偶叶大师究竟是什么人呢 如果按照大师制菩萨化身的应光大师来说呢 那么偶叶大师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 也必定是观世音菩萨之灵 否则的话 当不起大师之菩萨如此的赞叹 那么这个注解对于我们来说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末法时期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 佛法的宗派很多 法门很多 真正能教我们现代人 现代人可以说是烦恼非常之重 苦难特别多 让我们一生当中得到真实的利益 获得能够解决我们现前一切问题 无论是个人 家庭 自己 更能够帮我们解决我们解决一个永恒的问题 这就是佛门当中常说的 生俗八俗 这是个永恒的问题 确实有效 确实能够做得到的 可以说在所有一切法门里面 唯独净土 所以古德讲这个法门 简单 简单容易 快速 稳当 这是与其他一切法门做的一个比较 显示出这个法门是无比的出身 但是这个法门实在来说 就像祝佛罗来自己所说 古来祖司大德 异口同声所宣扬 这个法门叫男性之法 男性而异性 修行其实非常方便 人人能做得到 可是就是不容易叫人财性 因此自古以来 在这个法门真正成就的 是在讲精明的一种人 第一种人呢 善根深厚的人 这个根性很利 也就是我们讲 特别聪明的人 他一听这个法门 他对于这个人的 道理 此时 他就能够身心悔 这种人能得利 第二种人呢 我们常讲 有福之人 这是真正的 有福报 这个福报 不是世间 五月六成的福报 不是世间 世间的龙华富贵 那个福报是假的 为什么呢 不常见 真正的福报 真正的福报 是听了这部经 虽然不懂的道理 他也能够身心不疑 这个人是真正有福 他不怀疑 依照这个方法去做 所以他也很容易成就 这个最难的 就是中间这一部分 而且中间这一部分的人 是特别的多 古来的祖师大德 苦口婆心 为我们讲解 为我们介绍 实在也就是为了 终等更新的这一批人 我们对于劣带 传法的这些大德 这些善知识 真诚的感情 如果不是他们 不是这些人 我们在这个时代 要想接受这个法 确实困难 那么佛教 首先我们要认清楚 他是 盛加牧尼佛 对于一切众生 最好的教育 我们决定不能把他 当作宗教来看 那就错 那这一开头错 这一错就到底了 我们要把它当作教育 来看 盛加牧尼佛 盛加牧尼佛一生 如今中所说的 说法四十九年 将近三百五百年 四十九年所说的 后人把它整理出来 印成书本 流传到中国 在中国翻成了中国文 我们的古代的 这些大德文 将佛这些经论 给他整理 分类 变成一部 大型的从书 我们今天 叫他做大藏剑 大藏剑的内容 一言而闭之 就是说的 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们今天 要研究讨论的 阿弥陀金要求 也不离文 还是宇宙人生真相的说明 我们用这个眼光 用这个觉度 来探讨 才能够 真正体会到 佛对我们苦口活心的救到 使我们在佛教育当中 得到真实的利益 作为翻开经本 经本前面是 这个一开端 这个就是 注解 所以翻开经本第一面 第一面是个续文 我一大肆写 续文写得非常之好 我们 这次 时间不长 我们介绍的方法 是采取重点 如果这个意思很明显 一看就懂了 我们就要把它带过去 有重要的理论 和在修行的方法 我们必须要多用一点时间 来介绍 经文 先是题目 这个题目呢 佛说阿弥陀经 这六个字是经体 要解 要解两个字 是注解的明体 所以这个题目里面分成两段 一个是经文是经文 一个是经文 一个是注 一个是注 必须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简单的介绍 这个佛呢 这个佛呢 是我们的本色是讲的明体 说这是佛亲自所说的 佛经很多 这个经体 这个经体 诸位也看得很多 有些经上 这个经体 即观赏佛书 有一些经体 没有佛书 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的 在中国社会当中 加护欲晓的 金刚经很纯 金刚波罗 波罗蜜经 上面没有加佛书 是不是佛书的 当然是加佛书 日本人最崇敬的 就是妙法莲花经 妙法莲花经上 也没有加佛书 是不是佛书的 当然是佛书 为什么这个经上 有对加佛书 有对不加佛书呢 这是我们舍佛同修 必须要晓得的 这是一场识 佛教常识 在一般惯例上 从正宗分开始 正宗分一句话 是佛讲的 这个金都把关上佛书 第一句话不是佛书 是别人提出问题来问的 通常这种金就不加佛书 这是有这么一个例子 从内容限制上来说呢 也可以分为十多种类 在后面会跟主要介绍到的 所谓十二分教 那就是把他分为十二种不同的形式 那么这十二种当中有一种叫 不问自说 这个金通常佛讲的金都是别人有问题提出来问他 他来跟大家解答 多半数有这种形式 那么另外有一类呢 没有人问佛看看 大家机缘成熟 主动介绍出来 这一类的金叫 无问自说 那么我们这部金 就是顺利 无问自说 所以金题上特别观赏佛书 阿弥陀 这是凡语 翻成中国意思 是无量 阿翻作无 弥陀翻作量 就说无量 实在讲呢 这个地方还有审论应该有阿弥陀佛 佛为我们说 也就是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 佛这个字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 那么换一句话说 阿弥陀佛要从文字的意思来翻 就是无量之 无数不知 也就是无数不知 这个意思 那么佛在本经里面 为我们说出两个意思 一个是无量收 一个是无量过 说出两个意思 说出这两个意思 其实无量的意思包括太多 不太多 确实它是说的究竟圆满的无量 那么佛用光收两个字把所有一切的无量都改划 收是指的时间 过去现在未来 光是将的空间 光无边兆 那么说无量的空间 跟无尽的时间 那这个时空里面所包括一切都在里面 没有一样东西是遗漏的 所以它这两个字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时空 这个时空就没有生命活泼的感触 所以光跟寿代表时空的意思更为深远 更有意思 尤其在一切无量里面 寿命是最重要的 如果要没有寿命 那你所有一切无量都落空 这个书 你有无量的智慧 有无量的财义 无量的得能 无量的财富 可没有寿命的这些真相呢 岂不是你都不能享受的 所以一切无量里面 寿命最重要的 因此世尊给我们解释阿弥陀的意思 头一条就讲的无量什么 这个寿命是一切无量里面的第一等 这是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世界导致的得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必须要跟祝贵同修文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 古代的盛行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呢 也有相当的明亮 你看老子 你看老子 这在子书里面的老子 他的书 都虽然不都 这五千言呢 五千言就是五千个字 不算很长的一篇文章 他一开端就说 道可道 非常大 非常大 明可明 非常大 这是四十 他就想到明是假的 不是真的 诸佛菩萨的名号 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从哪里来的呢 谁给他起的名字呢 我们今天想自己的名字 大概中国人的名字 大多数都是父母起的 佛菩萨没有名号 这个诸佛要知道 佛菩萨名号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他教化众生吃药而来的 换句话说 就是他教学的宗旨 也就是他教学的一个口号 譬如 释迦牧的佛当年在我们这个世界 教我们地球上的对屁对神 他教学的方针是什么 一定要对阵下药 观察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毛病太多了 这一切毛病里头哪一个毛病最重 就是心要对治的 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众生 最严重的确乏慈悲性 是自私自利 所以他在名号里面呢 就有一个释迦 释迦是什么意思呢 是仁慈的意思 这就是他对于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地区 是仁慈教学的方针 同时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广想执着非常严重 严重的广想执着 就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心不清净 因此名号上又加上一个摩尼 摩尼是印度话 意思就是极灭的意思 就是把所有的妄命通通灭掉 让心地恢复清净 换句话 释迦摩尼用现代话主要讲呢 就是仁慈清净 所以他的名号啊 就是他现前这个阶段的 仁慈方针 那么用这个做名号 那假如说 西方世界阿弥陀佛 现在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做佛 他来教我们用什么名号呢 他也要用释迦摩尼 才能治我们的病啊 我们释迦摩尼佛 我们的老师 如果到西方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两个兑换一下 他到那里可不可以用释迦摩尼呢 不能用 为什么呢 西方世界人每个人都仁慈 你提这个就没意思 每一个人心度清净 那摩尼也没的意思 所以他那个世界呢 一定要用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世界来做佛 来教化众生 一定要用释迦摩尼 主要懂得这个道理 佛没有名号 他在哪一个地区 对不同的众生 他的名号就要换了 就要换了 所以他不是一个固定的名号 也不是永久就是一个名号 这是我们一定要想的 可见的它是应激的说法 而且呢 而且呢 无有定法可说 佛也就没有一定的名号 不但没有一定的名号 佛也没有一定的相貌 我们这个世界能参加 相随心转 佛心那么清净 相貌当然是圆满 圆满的 是道生佛 他实现教化众生呢 那就要随类信身 就不是他本来没有究竟圆满 他实现的 像普隆平民所说 应以什么生得多 他就信什么生 应以佛生得多 他就信佛生 应以菩萨生得多呢 他就信佛萨生 就像《任言经》上所讲的 随众生信应所指令 在中国实现 一定是中国人的项目 在印度实现的呢 一定是印度人的项目 他们见到之后 才有清晰之感 你看我们造的佛像 日本人的佛像 一看就是西藏人的佛像 西藏人的佛像 一看那就是西藏人 太古的佛像 一看佛像很富太 太古的佛像下巴尖心 一看那就是太古人 所以要知道佛像 所以要知道佛没有一定的项目 你喜欢什么项目 他就信什么项目 所以明不是一定的 项目也不是一定的 都是随众生性 确确实实做到了 随狠顺众生 随喜功德 是大爷往上所说的 祝佛菩萨真的 予于圆满满满的做到了 金这个字 在此地 我们也把它省掉掉了 我们讲得太多了 金就是金的 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 就是课本 教科书 我们要把它这样的看法 那么这个教科书为什么称之为金 这个字分量很重 说明佛这个课程里面所说的理论 方法尽兼完全是真实的 是超越时空的 三千年 三千年前 佛当时对印度人这个讲法正确 他们听了得理 三千年后 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得到这部金的时候 同样得到收入 我们所得到的收入 我们所得到的收入 跟当时佛奖金 那么 参加大会人所得到的收入 我无二无比 这才能称之为金 不像我们世间 一般学校的教科书 每隔几年要修定一次 为什么呢 不识用 这个时代病了 这个时代病了 样样都进步了 他必须要修改 必须要重定 佛的这个金是万古长行 最近有这样的价值 那么他如何能够投遍适应 每一个时代的 我们想 古今 人的意识心态 文化背景 生活环境完全不相同 这一部经典怎么能适应 在空间来说 印度人的文化跟中国不相同 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中国人跟欧美又不相同 他怎么能够适应 他怎么能够适应 适应 这个 就需要 真正能够 明了 真正能够懂得的人 给我们 给我们讲解 所以这个解 就是 这个 佛所说的经典的 现代化 解就是现代化 结也就是本土化 宝叶大司是明朝的人 那么他这个注结 就是适合于明朝 中国人 来修习 明朝到我们现在 差不多有五百年了 五百年后的今天 我们再来看这个样子 我必须要在此地下来解释 这个解释 就是把宝叶大司 五百年前的这个要解 解成我们现代化 使我们现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 什么样的人 能解 什么样的人 能讲 什么样的人 能译 是从梵文 翻译过来 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都是很严肃的问题 翻译经理 如果不能明白佛的真实意 那可能完全不能犯错 古人唱书 一文解义 三世佛愿 三世主喊冤枉 你把我的意思 讲错了 必须要开经纪上讲 必须要开经纪上讲 愿解如来真实 不能翻译 不解如来真实意的人 不能翻译 不解如来真实意的人 不能翻译 使我们自己感觉到处途比不上外国人 可是大家要很冷静地去省思一下 去回顾一下 你会感觉到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欣慰的人 最有福的人 这个话从哪里讲起 这个话从哪里讲起 从经典讲起 从经典讲起 都是心神正果无知 他要不正果 他就没有能力翻译 什么叫正果 佛在经上所讲的理论 他通通证实 这就叫正果 如果不能亲自把它证实 我只是听佛说的 我自己没有见到 这总是各了一层 各了一层 你要是讲解或者是翻译 决定 不错 这是中国列代高僧大德 包括在家修行者居士 都是修行者 诸杰经典 讲经说法 都不是凡人 留下这么多的典籍 教训 教训 这是我们中国人 人人都有份 是无尽的文化一天 我们要愿意去集成这份遗产 我们的祖宗 只要求我们一个条件 你只要把这个条件做到了 这个遗产就交给你了 这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是文艺言文 那么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条件 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祖先 绝顶聪明的智慧 是我们在今天观察 整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祖先 都没有想到 那就是他们的智慧 他们的精英 要用什么方法传下去 传到千年万世 但是 还永远保持那个纯度 而不会产生变化 这个工具太重要了 我们的祖先了解 言语会随着时代变化 所以古人的言语 我们现在看到 如果文字跟语言是一致的 传久之后 后来的人对这个语言就不支持 在西方我们看到 然后像希腊文 拉丁文 就变成了他们的故文 既少数的考古学家 还在那里摸书 不能够偃篇 所以我们中国的祖先 自己 从这个商周时候 就把欲吟跟文字分成两条道 欲吟随便你怎么变 你就是文不变 这个方法要极了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懂得回音 一度人就是跟孔老夫子交谈 一度孟子就是跟孟夫子见面 彼此能够沟通意见 而不至于发生误会 不至于发生错误 所以文言文是中国古胜献献的最伟大的发明 用这样一个工具 这么一个方法 把前人的智慧 前人的才艺 前人累积的经验 穿胳膊 我们英文现在人也看懂 这个浩胆 其实 必须英文容易太多了 这是真话 难在什么地方 难在你不可以学吗 我们过去在台中 李老师会下了学佛经 李老师告诉我 佛经 最晚的翻译 最晚的翻译 是南宋 南宋所翻的经 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差不多 十分之七八 是在随藏时候翻译 那个时候 翻经的这些高僧大德 已经考虑到经典所用的文字 是最前行的文字 也就是当时我们现在讲的白话 当时的白话 所以佛经文字 都会要跟古文比一比 最常见的古文观词 你跟他比一比 我们佛经的文字 比那么要前行很多 你看我们念的阿弥陀经 你看起来并不能懂 阿弥陀经 是在南本朝时代 遥情是何翻译 还在随唐之间 你看到这个文字 比起当时 这个陶渊明 谢黎韵 是同时代的 跟罗斯达是同时代的 你看看陶渊明的文章 比阿弥陀经 要深得多了 所以梵间的大德 已经用尽了心思 来帮助后人了 我们现在有很多佛经 为什么不翻成文化文 古人已经在那里用尽心思 尽量的简化 确实他们对不起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文艺文 真正能够稍少有修养 我们这个文字这一块 这一块就能够通过 就有能力 有资格接受 我们祖宗留下来的遗产 这是世界上最丰富的遗产 那么李老师常常教过我们 这个文艺文冲涵的学生 要从背骨文下手 他教过我们 能够数背五十篇骨文 那么他的标准 就是从文官职里面认识 能够数背五十篇 你就有能力阅读文用 如果能够数背一百篇 你就有能力写文用 他教给我们的背书 现在要真正可以用古类比重 其实是方便太多 台湾的古日报 编的古类文群 一直印到现在印了不少 大概古文官职里面三百篇 可能都是不进去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选择 用古文官职这个总标准 能够选择个五六十篇 认真点制度 先把这个条件打到 然后研究佛经 研究中文部的古类 你就有了基础 所以文言文决定不能放弃 如果有人叫你放弃文言文 那你要是听了他的话 就上了大当 等于是放弃 几千年祖先留给你的遗产 你说这个放弃了 太可笑了 那真是无尽的智慧爆炸 学佛的同学 尤其是中年以上 背诵护文确实有可能 这个是迷你越小 我常常劝勉同学们 你们要教你们的耳语 迷你也择地 我熟读文确 你能够用两三年的时间 盯住他 读出他 现在他虽然感觉了痛苦 将来他一辈子感激 感激不尽 这是真点 那我们中年以上 没有这个时间 也没有这个经历 去背误文 所以我就劝勉同学 去背误无量寿经 李老师给我们订的五十篇 那个无量寿经四十八篇 居历五十篇就差两篇 可以吧 能够得去了 那么同时无量寿经呢 这个经文呢 这是五种连一本 最早的本是后汉翻译 清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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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后汉翻译 最晚的本是大成无量寿经 是宋朝时候翻译 可以说 佛经在中国翻译 从最初到末期 这个无量寿经 这几种翻译 都可以把它能锁 都可以作为一个代表 夏老师的汇气 汇气得非常之好 也可以说 它这个是药解 夏连军那个是药解 最重要最精华的经文 它通通通都能够共济在一起 所以我们能够熟读 这一部无量寿经 我们对佛教经典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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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底下这两行呢 也可是分语的 遥情 佛教经典上的障碍 遥情是年代 在中国历史上 以秦宗过号的 一共有四个朝代 所以历史学家就用这个帝王的姓 冠上去 区别是哪一个清代 那么这个在四个清代 这是第三个 扶秦之后 扶经建国过好家庭 以后被姚厂创立 现在的话叫政变 他这个大臣发生政变 把这个国王退翻了 他去做了皇帝 那么他姓姚就成为姚亲 过号没有改 但是皇帝还了 那么他这个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 也出了很多名人 像刚才讲的桃月明 谢黎云 我们中国不在这个道南法司 这在历史上非常有名 森兆大司 都是这个时代的人 都是同时代的人 那么我们进途中 第一代祖司 会员大司 在庐山 创办的东宁念佛堂 也是在这个时代 同一个时代 三藏法司 要用现代话来讲 就是他的十位 把十位关上去 翻译经 必须通达三藏 这三藏就是经理论 换一句话说 对于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论 没有一样不同达 才能称为三藏法司 翻译经典的经典才能称为一样经论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 有序有正 有序有正 所以这是十位的名称 救母罗舍是他的名字 这个我也要详细介绍 过去讲的不很多了 称是翻译 从凡文返成中文 那么另外一个题呢 是诸解的题 亲 稀有沙门 奉移知识有解 前面这个 我们都把它看成时代 年代 欧耶大司 身在明朝末年 元既在清朝 所以他是跨越两个朝代 因此 他的这些著书里面 有的是个些明 欧依知识 有的时候写清 这两个都不错 都没错 西游 这个是大司的别号 欧耶大司 当然这都是大菩萨再来实现 跟我们映光大司一样 欧耶大司 在他的传记里面 能够看到他的身体 在这个 要节 讲义 与清文记里面 也有详细的介绍 这个是要节 这个是近代两部很好的注写 讲义是云英法司做的 清文记是宝镜法司做的 都写得很详细 不为合作参考 那么大司晚年专修净土 所以他用西游两个字做他的别号 意思非常鲜明 告诉我 佛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的 决定的不是假象的 不是预理 完全是合适 那就是 举例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按照佛经典里面所说的 是这个苏婆世界的西方 这个世界不要想到讲世界 就想到地球 那太想了 地球是用大世界里面的一个小星星而已 我们讲世界是讲苏婆世界 那么苏婆世界在过去 有很多人其实以为呢 大概佛所讲的苏婆世界 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讲的 银河系 这么大点一个世界 在太空当中 它是一个星星的一个组成 那要是根据 黄念祖老巨师的看法 那个范围就更大 黄老巨师 有一篇文章 复印在这个无量寿经 读解的后 这本书我们同学们都有 不妨翻开来看看 他说得认不着 他的看法呢 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银河系 实在是佛经里面所讲的 单位世界 如果这样说法了 那这个苏婆世界的范围就太大太大了 因为一个苏婆世界的三千大千世界 里面包含着这个一般亿个单位世界 那么换句话说 一般亿个营和系 才是一个苏婆世界 这个简直不能想象 范围太大了 而是这个苏婆世界的系统 有一个极乐世界 那么极乐世界那个星系 比我们说过世界就更大 那霸道没有办法计算 那个世界有一尊佛 在那个地方叫阿宗森 这尊佛的名号叫阿弥陀 所以这个意味 西方世界真有 阿弥陀佛也真有 想不想去 诸位已经听了 无量寿经了 也听了观无量寿经了 这个三经呢 使释迦牟尼佛把西方世界阿弥陀佛 介绍给我们 三经演讲的顺势 最初是讲的 其次是讲 《观无量寿经》 《弥陀经》最后讲 在这个宣伟大臣所讲 写书几乎对我们所说 那么最后讲的这个 那真叫苦口拔心地劝我们 这个机会不可以错过 这个机会不可以错过 错过了太苦心了 要怎样才能去呢 第一个 要真正地相信 确定不能坏心 第二个 要真正地发愈 真想去 真肯去 这才行 第三个呢 就是修书的方法 佛教徒专念阿弥陀佛 就是这个方法 真地容易 真地是简单 这个专念的 必须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把它念掉 今天下午 还有个同学有个看 跟我说 他是很想到西方机会世界 可是这个地方放不下了 怎么办呢 我说你放不下就不能去 这个很简单的 你要想去就必须放下 我说你们从台湾到此地来 到美国来 你想到美国来的时候 你要不要把台湾放下 你不放下台湾 你就到不了美国 跟这个情形一样 这个世界你放不下 这个世界你放不下 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去不成啊 所以两者好好地去衡量一下 这个世界苦 太苦了 你如果不想离开这个世界 你一定来一生比这一生更苦 为什么 你自己去相信 你从早到晚 你想了多少桩好事 想了多少桩坏事 如果我的心思想 念头所作所为 因为损人立即的事情斗 利益众生的事情少 那么换句话说 你造的物理就斗了 善业少了 那你来生的古包 当然不如这一生 这个一定就造成了 所以不能往生 在这个世界轮回 每框一样 你只是往下面转 不是往上面转的 这个事实是事实真相 我们必须要搞到这些事情 你要真搞清楚之后 你才想得 废屈不可 所以我叶大师用这个名号 那就是时时刻刻提醒 让我们真信 真正发明 所以我叶大师用这个 所以我叶大师用这个 沙门 这个是古印度 出家人的偷好 不一定是佛教 其他宗教的出家修行的人 很多 那么到了中国之后呢 就变成佛门出家人的专臣 他的意思叫秦席 秦修戒丁慧 习灭贪嗔痴 这个就叫做杀 说在家呢 在家也可以 但是习惯上的时候 在中国出家人也有 这也就是大师的亲事 因为沙门是在求学这个时代的名号 这是自己的亲事 所以他不称法师 当然更不敢称大师 所以现在人呢 这一称大师 这个不得了话 但有一些人不知道 这年佛教常识也不同 以为他写信的称呼 对我很尊敬 写净空大死 我真是没有发自个的解释 这个称呼错误的 这是过有头啊 你看看 观世音乐 大师之菩萨 文殊菩萨 等着菩萨 尼勒菩萨 我们苏菩世界的后五佛了 他们称什么 称大师 没有称大师 大师是对佛的尊称 没有称呼 见到他尊称他称呼 那叫骂人 这太过分了 这是我们学佛同学 必须要读的 必须要读的 所以你看古来真的有得自己称许 所以连法司都不敢称杀 那么像罗舍这样的人 你们看这个专记看到 专记里面记载 罗舍大师过去是其尊佛的 翻译经的译经 所以他东西翻得好 中国人非常喜欢 他的作品 这个嘉呼欲小念的金刚经 就是罗舍大师 所以人家称法司也不敢称大司 所以别人这样是尊臣 我们也要把他纠正 这个才是正确的 欧仪 也是大司的 别号 他这是用两个号 这两个号都是提醒我们 劝勉我们 专修进走 欧是莲 莲是花 所以正确 所以正确 欧是莲之音 这个中楼才开这个莲花 莲花这才是古报 所以由欧这才生莲花 由莲花才借莲子 这个莲花的时候 它是花国同时 表因果同时 表这个意思 那么可见的 它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 如果要得到莲蓉之一 这个一就是莲花化身 必须要专心要专修进一 这才真正的得到九平王僧的利益 所以它这个名号是持真的意思 知序是他的发明 是他出家时刻的发明 这个是老司给他起的 他的号是自己起的 可见的这个号也是唯一利益的重策 也常常提醒自己 自利利益的利益 所以名号公德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名虽然是假名 常常可以提醒自己 解 这就是解释 解释 这是把这个 它叫要解 这个解叫要解 就是把这个精灵 最重要的意思 最精要的意思 给我们讲解释 这个是提的意思 精提 明提 简单介绍到此题 下面我们看他的续文 圆福祝福 明明群明 随即施化 虽未云无二 二方便 到这个地方是一小段 那么同修 我们这边忍不住 大概后面来听的人 心证的人 我看也不会太多 所以这个金本大家都带回下去 平常自己去看 多读奥业大师的文章也非常之好 那么有时间的时候 不要错过 一定要来听 来听的时候 对你这个理解也不需要帮助 语言福就是文言文理的一个起头的话 是个诗 文言 诗子 没有意义的 祝福 佛很多 不是一个 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 一些众生 皆有佛心 既然有佛心 当然就能成佛 那么佛究竟是什么 我们必须把它够称佛 他说称佛 称佛 为什么要称佛 称佛有什么好处 我不称佛行吗 这些都是问题啊 佛这个字是梵文英译过来的 中国人喜欢简单 中国人喜欢简单 把后面的尾音都省略掉 梵音完全翻译成为佛陀也 我们把尾音都写掉 淡淡永烈的佛子 那么它的意思是称佛的意思 是称佛 这个字呢 是尊重国范 为了尊重它 没有把它用中文的意思翻过来 所以用英语 然后再加一切识 称佛通常将有三种 那么这个就是真实的旧 彻底的旧 换句话说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是真的清楚 真的明白 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环境 人生就是我们自己半人 我们自己 谁能认识自己呢 找不到一个 你说你认识自己 你从哪里来的 你未来之前是什么样子 你将来到哪里去 你去的是什么地方 过去还有过去 未来还有未来 如果你不清楚 那你就疑惑了 生活环境 小 是我们家庭 事业 这个生活圈子 大到国家民族 到这个世界 再大再大 现在讲外太空 讲到太空 像佛今讲的 收获世界 无量无边 诸佛插同 那统统是我们的 生活环境 换一句话说 对于过去 现在 未来 现情 有广大的虚空发迹 我们统统要明白 统统要了解 真的明了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在这个世界 才能做得了主宰呀 真能做主宰呀 你就得大自在了 你就不会受环境的支配 不会受环境的压力 所以叫解脱 真真的叫解脱 解脱 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自由自在 你才能真正得懂 我们所谓的幸福美满 必须要彻底明了觉悟的人 幸福美满才是真实的 才真正得懂 那么由此可知 所称呼就是成就 究究尽圆满的智慧 就是成就无所不知 成佛就是成佛 所以成佛 决定不是像这个佛像 一天到晚放在庙里 供给人拜拜的 那种佛我们决定不要做 决定不会感到自己 一定要想得他真正的意义 那么从这个文字上来看 祝福了 那就说不了 彻底明白宇宙人生的人很多啊 住就是多嘛 不是一个人的 这么多的人 他们都搞清楚搞明白了 他们在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之前跟我们差不多一样 他能成就我为什么不能成就 他能做得到我为什么做不到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反省 要从这个地方去深思 当然 这不是一桩容易死去 凭我们自己的能力 要想成就 要想成就 确实困难 现在我们有缘 我们也很幸运 得到释迦摩尼佛的帮助 得到他的指导 欧耶大师 帮助释迦摩尼佛给我们解释 如果我们隐瞒 把这些道理方法静静都搞清楚 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继续 大师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一生当中 也能够得到像祝福菩萨一样的成就 这个事情太细腻 太不可思议 太不可思议 我们要相信 他的话是真话 他不是欺骗我 佛菩萨 祖无所大胆 没有欺骗人的理由 这个世界人 谁愿意欺骗人 欺骗人一定是有所欺负 一定有个目的 如果是毫无欺负 毫无目的 现在去欺骗一个人 这就能神经理解 这确定不是正常的 正常人不会 那我们看看祖佛菩萨祖师大德 写着这么多书 写得很有道理 不像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 他对我们也无所求 他骗我们做什么 所以没有理由来欺骗人 我们对他应当深信 希望我们自己能在很短的时间 很有效果的修饰 能达到他们同样的境界 这个也就是佛对于一切众生教学的目标 那么这个地方是直 一切已经圆满成佛的这些人 这些人有太多太多 寿不尽 佛多世界就多 一个世界一尊佛才能教 无量无边的世界 无量无边的祝福 佛佛到头 佛的心都是清洁的 佛的心都是真诚的 佛心都是慈悲的 所以明明群人 这个群 一群一群 一律一律 佛八众生分成九个不同的群体 在佛的眼光里面 一群像菩萨也没有 菩萨虽然觉悟没有明白 所以叫旧无敬也就行 秦就是你 我们这个世纪人 对这个情看得很重 认为这个很好 佛的眼光就是情坏 情是迷惑颠倒 迷情 绝对不是一个好事情 佛教的我们将理智 不可以那么感情 这一点我们也要深深体会佛佛的意思 唯独佛那是真诚 完全没有条件 所以说无云大慈 同体大力 无条件的慈悲 无条件的黎明一切如此 既然慈悲联明 当然全心全力来照顾这些众生 来帮助这些众生 所以底下有随即实话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